蔡康永推出全新节目是我直言,与江苏颖带成蔬菜组合。 9月20日,江苏颖在是我直言,终于蔡康永聊男女差异问题,自复身边的朋友都认为她是感情中失败者。 蔡康永和大S听到江苏颖这样,说都蛮惊讶的。 江苏颖要身材有身材,要颜值有颜值,怎么可能? 听完江苏颖的感情经历后,大S很惊讶的发出了灵魂讨论,询问江苏颖每段感情结束都是学习的分手。 大S的问题太大胆,像现场的其他嘉宾,包括蔡康永都一脸震惊不敢作声,幸好江苏颖的反应还蛮大气的。 嘎嘎了两秒后,做事,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直言大部分时候自己都是被分手的一方。 至于为什么总是被分手呢? 江苏颖认为大概是自己太过于被动,江苏颖最为人知的恋情,大概就是和胡歌那一段了。 据悉,两人是在拍摄电视剧《旋风十一年时》走到一起的。 2014年12月24日,网上曝出胡歌与江苏颖二人在机场前面位时,以至于险些错过飞机,被机场广播集群,恋情曝光。 随后,二人于深意在街边拥吻,并同回公寓。 12月30日,胡歌承认与江苏颖恋情,胡表示与江苏颖年龄相绑,住位相投。 这女方是个傻傻的姑娘,希望大家祝福。 当时她还在微博上说,如果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,希望社会各界的朋友能够高抬贵手,网开一面,多写信如人生,少写人生如戏。 但,此后,双方的恋情绝口不提,顺着屡次传出分手传闻,直到电视剧《好先生》发布会现场,江苏颖信口承认,才证实了分手传闻。 因为在被问及自己心中好先生的标准,江苏颖还在开玩笑,就像红雷哥这样的,人好,颜值又高的。 当被问到自己有没有好先生时,江苏颖犹了一下,随后说生活中现在没有,希望未来有,证明自己和胡歌的一段恋情已经结束了。 现在看来,江苏颖认为自己太过被动,是对前情往事的反思,依次暗示当年主动提分手的是胡歌。 为什么总有些女人,在感情关系里被吃得死死的,因为她们太过被动,缺乏影响对方的能力。 许多从婚姻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姐姐、阿姨们,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一个维持婚姻长久的秘诀。 那就是,忍耐,适当的忍耐固然是合理的,但是,一味的妥协,失去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也许换来的不是情感更加甜蜜,不是互相理解,体谅,包容与感恩,更有可能是对方的有恃无恐,比一清剑,以至两人渐行渐远,甚至反目成仇。